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周24岁来自江西直园 女嘉宾小周22岁来自湖南客服 有请两位有请 叔叔很好 好 叔叔很好 好 欢迎两位啊 都说这个香妹子辣 是特别辣是吧 确实 她是很刁钻的 很刁门 我怎么刁钻的啊 就有一次吧 我下班回来 她就说她不舒服 我也给她煮了红糖水 然后就以为是小事 过一会儿 我就不知道咋的 她就冲出来 把我手机往地上一摔 直接咔啦 手机就粉碎了 之前我就给你发消息 说我生病了 你回来顺便帮我带一下药吧 你呢 你回我了吗 上班的时候 那时候也不能玩手机啊 所以回来的时候 就玩了回游戏 才看到你那个消息 可是你回来之后呢 我也跟你说了 我不舒服 你当时你是个什么情况 你说 请问这一个凹 是什么意思呢 我后面也点净煮了糖水 因为红糖水的话 对女生生体好 感冒 你给我煮什么红糖水啊 大哥 就这个时候 不需要红糖水 是吧 对 这个时候需要 是关心和药 是吧 对 干嘛拽手机啊 那是因为他 跟他朋友打游戏嘛 然后太吵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病人嘛 本来就需要休息 扰您清静了 是吧 对 他在那里打游戏 声音好大 但是我就算吵到你了 你也没必要甩我手机啊 你知道 这对我之后的工作 有多大影响吗 更过分的是 隔了几天 正好我是要回一趟江西老家 生分证 问他要 然后他就跟我发起脾气来 直接把我生分证也搬舌了 为啥呢 你心里没点书吗 你跟别人干嘛呀 我怎么知道啊 就是之前的时候嘛 他妈给他打电话 他说 儿子呀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边呢 有一个姑娘 你要不去看一下 瞧一下呀 你妈什么情况啊 你也都在电话里听到了 我跟我妈讲 我有女朋友 我也解释了这个事啊 这个女的呢 是我妈一个朋友 她闺女没嫁 就是他们 但就算谈论了这个事 作为一个亲家嘛 我母亲就开个玩笑的那种话题嘛 然后她就心里当真了 开玩笑 你妈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这玩笑能开呀 女生这句话问到重点了 你母亲知道你有这位女朋友吗 知道 有女朋友还跟你开这种玩笑 这是玩笑吗 当时回家是为了去相亲呢 还是就是回家看妈妈 就是回家处理 其实因为我家是那个地宝嘛 处理一些地宝的问题 她也没问我啥事 然后就直接跟我发起脾气来 然后就直接把身份证折了 你也没跟我说什么事啊 你就来问了 身份证给我 那什么语气啊 你的身份证在她那管呢 对 因为我就是工资 啥的都是上交的 今年你只有24岁 对 你们俩谈了几年啊 三年 谈了三年 现在等于你的财务 在她那 对 厉害呀 你应该问清楚嘛 你干嘛不问一句呢 因为当时就是比较着急 然后她也不搭理我 我就想起 哎 前几天她妈呢 才跟她打完电话 要她回去 然后你就这么着急 就要问我要身份证回去了 我就第一天想到的就是 你回去肯定是相亲的 这还没分呢 就相亲了 换谁谁不生气啊 就到后面 我就因为这个事 直接就是跟她冷战了嘛 嗯 然后后面我就去朋友那里 住了几天 因为这个事 因为没身份证 我就回不去 然后跟朋友就谈论了这些事 嗯 然后我朋友就讲 这女孩子确实不适合你 你跟你朋友说这事干嘛 我就问你 你在你朋友那里 诋毁我什么了 这也不一个事实吗 然后后面啊 她向我道歉了 嗯 就和好了嘛 然后到了国庆的时候 我们俩出去 去一个网红打卡点 嗯 下车的时候 就发现包 拉车上了 嗯 就里面有些归宗物品 谁的包 她的我 我的包 拉车里了 对 她在卖车上的时候呢 她就一直打游戏 也不跟我说说话 我找她说话呢 她也就是爱搭不理的 不像是一个情侣的状态 下车了之后呢 我问她 我的包呢 怎么不见呢 然后她就突然下去 拉车上了 这个不是 您平常都管得很好吗 因为我跟她出门嘛 也都是男生背包 提东西比较多一些 我就反驳了几句 她就对我动手了 然后让我就很吓不来 这推廊几下而已啊 这推廊几下 你看别人 看我那眼神 也就是很乖一样 本来就是 你把我东西弄丢了嘛 我比较着急 你那反正还顶嘴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想怎样 你那什么态度啊 我就推你一下啊 我确实不是故意的啊 那个事 这是第一反应 不应该去找包吗 因为当时那个 已经开走了 怎么扯啊 没办法了 就比较急嘛 就脾气都发在她身上了 哦 后来这事怎么解决呢 身份证也没了 贵重的东西也没了 这还能玩吗 没办法呀 那个只能我后面 再补了呀 就是补办比较麻烦 所以情绪才上来的 从摆身份证到动手 已经开始升级了 对 她就是一直不打理我 然后呢 我就登了她微信嘛 结果呢 我在上面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 我看到了她 没把我置顶 却把别的异性置顶 微信置顶 聊天记录呢 却没有 不是 她还好意思说这个事 我就一登上微信就发现 哎 我那些异性好友咋都没了 嗯 我就懵了 你知道吗 那你现在聊天记录干嘛呀 你有什么都不能让我看见的啊 因为我的工作是一个房屋销售嘛 房屋销售是机密的事情吗 记录不能让我看啊 就说一些女房客 她说了一些话 我能控制我的行为 我的言论 就说他们的话 我控制不了嘛 就有些话 就是有点出格 然后她肯定看到 就会又对我发火 然后动手之类的 你爸一起误会 所以删了通讯记录 是吧 对的 我就是怕这些误会 你是因为他删了通讯记录 就觉得他有事 是吗 对 跟你说的是什么呀 不能让我看到 就是那个一个房客吧 他就是分手了 然后我就扒了几句 约我出去 就说喝个酒啥的 然后我就拒绝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聊天记录 就直接给删了 就当没这回事似的 然后她就觉得这个点不放 不行 这话你信吗 我愿意信 但她就是不纯粹 不是 因为她男性的 她没删 就删异性的 你删的不是让我更怀疑吗 而且吧 她跟她那些异性 真的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七夕的是什么 她给我送的 是一些无关紧要的 比如电动牙刷啊 棉托鞋啊 你说这里用得上什么了 这不天天都得用吗 对呀 这个东西 太重点是 重点是她给异性送的 就是口红 不是怎么 七夕还给其他异性送礼物呢 不 正好赶上我们领导生日了 然后我们小组 之前就讨论过这个事 就是说老大生日 然后给她送点啥 我就看到我旁边一个男的 就说送了点那个化妆品之类的 我就想着 女生要么口红 要么化妆品 我自己精进能力有限 我也就送个一把来口红啊 你也知道要么口红 要么化妆品 我不是女生 我是男生啊 不是 您那不是有牙刷和棉托鞋吗 对呀 我当时考虑的就是说 这些东西实用 你说实用 你给她送的那些笔记本 不也实用吗 她可以在上面写写画画呀 你给她送笔 送些其他的不也实用吗 办公也能用上吗 对对对 也挺实用的呀 对对对对 不别人都送了一些化妆品之类的 我送一破本都上去 显得不就我寒酸了些吗 别人 那别人男朋友也都送些 护肤品啊 化妆品之类的 刚女朋友晒朋友圈 外有面 我呢 我好意思秀啊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姑娘啊 就是我似乎觉得这个男友在你面前 完全是透明的 钱归你管 身份证归你管 一个是经济大权 身份证是一个出行权 两大权力你都掌握了 关键是她妈跟她说点小话 她微信朋友圈里的一点易动 甚至她在办公场所的一点点小事 你似乎都在掌握啊 你这个消息很灵通啊 又经常查看她那些 所以你经常查看 有没有查看出一些什么 铁证如山的东西呢 就是送口红啊 这个就绝对不纯粹 给我啊 作为一个女朋友 她说的那是她的小组长吗 是同事吗 是同事 这个能确认啊 应该是同事 男生所以今天来就是很困惑 对吧 对 所以朋友指了一条路 说你来爱宝吧 是这个意思吧 我来问问女生啊 你心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委屈 你会觉得这个男生变了 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就非常不一样 而且她现在吧 根本就一点都不关心我 就有一次吧 我就在这公司里面加班 然后我跟她说 我今天会加班到很晚 你来接我一下吧 我没有带雨伞 外面下大雨了 然后她呢 也回了消息说 嗯 好的 然后呢 我是等她等到十一点 她就是一直都不来 为啥呀 我不来呢 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这个职业 就是说客户有可能容易被挖走 然后正好 这也是公司里的能 给我挖走了 挖走了吧 我就和她上前理论嘛 经理给我们的一些出生结果呢 就是说我们俩都扣钱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 千金万苦找的这个东西嘛 成果呢 却是她来那个享受的 我那时候越想越郁嘛 就回家喝了这么一点嘛 哦 你是回家喝酒去了 对 然后没想到 自己酒量不咋的 然后就断片了 喝多了 对 所以就是我不重要呗 最后还是没来接我呀 还是让我自己淋着雨啊 那你觉得你男朋友 这被人呛单的这种心情 你能理解吗 我就只知道 她答应了我的 不开心你回来 你跟我抱怨跟我说嘛 你就不担心她喝多了以后 出点什么事吗 我也不知道她喝多了 我回去了才知道她喝多了 你当时就没想想 哎呦 为什么她这一个小时没来 你不担心她出事了吗 当时也没想到这些 就是哎 你怎么还不来呀 打电话也不接呀这些 行 好 所以你是在情绪头上的 是吧 这是她变了 肯定以前不敢出这个事 那还有什么让你觉得 她变化的事呢 还有就是她现在吧 越来越不经兜了 我生日那一天嘛 她呢给我准备了一个蛋糕 收到蛋糕之后呢 我就想 哎 她竟然懂浪漫了 知道给我惊喜了 然后等她回来的时候吧 我就想揍她一下 我就躲在门后面 她进门的时候呢 我就把蛋糕抹她脸上了 结果她当场给我甩脸子 就她给我动手了 你这是抹脸上 你就直接抹脸上了 我一上楼回家 家里黑漆漆的 一面就一大蛋糕 往你脸上抹 然后今的眼睛 眼睛和嘴巴里面全是 就很难受 那我也不是故意抹啊 就是这么拍过去的时候 一下没啥作 我还能控制她 不是 你这拍过去 你显然就是想抹啊 主观故意啊 就是想弄人一脸啊 因为主要现在年轻人嘛 也就比较玩的都是这样嘛 然后就是她也不搭理我了 甚至呢也不陪我过 蛋糕呢还甩我身上 这玩意我咋回你说啊 我自己这一脸蛋糕 被禁着眼睛 也比自己都是 你还在那笑 那我不就转身就走吗 我甚至你把蛋糕甩我身上 也没陪我过 让我一个人都一样 不是 年轻人玩的都这样玩吗 你抹她一下 她抹你一下吗 你生啥气啊 姑娘 重点是她走了呀 她也没搭理我 没陪我 让我一个人生日 就在那儿孤孤单单的过着 哦 行 生日都这么对我 对 那还得了是吧 然后呢我也觉得 我呢可能是有点过分的嘛 然后在到元旦节的时候呢 我就说 哎 我们出去一起看个电影吧 嗯 我本来那本意是想跟她 缓和一下两人之间的氛围嘛 她当时呢也答应了我去的 到了那边之后呢 我正常是看到 别人那里是周年庆电影院 有扫码的参与礼物的活动 然后我就说我们过去参与一下活动呀 结果呢她就是不愿意过去 因为我这些活动不愿意参加 我就比较就是慢乐的那种 就呆在一个角落里面 懂了 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姑娘 嗯 行 还想跟她继续交往吗 她如果是还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能继续不下去 如果她不改 你要分手 是这意思吧 就还考虑 是考虑还是分手啊 别犹豫啊 给个明确的答案啊 我要明确我就不来了 哦 你也不明确是吧 就不太清楚 第二个问题 她如果真离开你了 你会伤心吗 会 如果她真离开你了 你能接受吗 也能接受 行 走吧 你在这儿待着干嘛呀 在一起毕竟三年了 说实话三年的感情 所以你留恋的是什么 留恋的是她在不乏皮静的时候 对我的好 所以很多争执的情侣 牵扯着分不开 缠绕着 就是因为在情感生活当中 既有好也有坏 对吧 当想离开的时候 那曾经好的画面就浮现了 是这样吧 是的 可是当碰到事的时候 谁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对吗 你有没有觉得 在跟她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 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我的脾气的话 唯唯嫩嫩那种嘛 现在有点想翻身了是吧 不是想翻身 就是说 想让她改变她的脾气 不要在外面 就是对我这么暴躁 你敢跟她说分手吗 不敢 为啥 我没这个分手的想法 好 她那不是忍耐 她是非常对我 越来越冷淡冷漠了 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行 您问 背叛 不爱 是两个分手的理由 哪个分手的理由 你接受 就感觉她是对我 不那么在乎 没爱了 这感觉 如果没爱 你会主动提出分手吗 但我觉得 也还是舍不得 两个年轻说了 生活当中太多的不满意 男生说了 我没有那个啊 我也不敢提分手 我也不愿意分手 但是 确实女生对我这样 我有点受不了 来吧 一起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让我们进入 丘比特工界 女朋友直接分手得了 你从头到尾 根本没有一个做女朋友的感觉 做女朋友的感觉是 我的男朋友会主动来关心我 我也会主动体贴她 照顾她 可是你从头到尾 三年来你做了一个妈 管钱是妈妈做的事情 儿子没有成家之前 妈妈特别害怕这个儿子长大了 钱乱花了 所以帮他管着钱 你男朋友三年前 你就帮他管钱 这不就是妈妈 他有任何的 给别人的风吹草动 你全都知道 这也是妈妈管儿子的 是管青春期儿子 到底在外面做什么了 所以你从头到尾 在做妈 可是你又想做女朋友 你怎么能做了 同样我对男生建议 也是一样的 你刚刚说一句话 你说 我也不知道那些女房客 为什么敢跟我说 那些过分的话 出格的话 我也很好奇啊 你给了别人什么 暗示让别人敢跟你说 那些出格的过分的话 一个人没有暗示 别人是不敢做的 就像你门前立了一个 禁止入类的牌子 没有人敢禁止 到你这个房间里边去 所以一定是你开了门 别人才敢说两句话 所以男生 我会觉得你一直在试探 看看有没有能够 遇到合适的一个人 只是你现在还没有遇到罢了 但凡你遇到了 你觉得中意的人 你一定会立刻背叛他 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 删信息 开始跟别人聊暧昧的话 包括开始跟别人送口红 你的那句话非常轻易 你说送口红很正常啊 那是别人要送 我也要送 但是真的 我也真的很好奇一点 就是送口红 在我看来 真的是很私密的事情 爱情也好 婚姻也好 真的没有办法将就 就像你现在做的事情 我就是在凑合过你的生活 所以我会觉得两个年轻人 好的爱情一定是彼此给予要有禁忌的 你们没有对爱情有任何的禁忌 你们在不停的破坏 爱一定是有彼此主动关心 你们俩都没有了 凑合干嘛呢 所以男生 我先劝你两件事情 第一个 不要再去跟其他的女性 无论已婚未婚私聊了 过度的聊 一定会破坏你自己的爱情 第二个 如果你真的觉得女生哪里做的不够好 好好跟她沟通 如果沟通不了 磨合不了 那直接放弃 因为好的爱情是可以磨合的 但是不好的爱情将就只会导致痛苦 没 Fit 20时候 please 谢谢 男生 还有 我 这样 就会 别 呢 即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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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不好看姑娘 你们两个人分手了半年 其实就应该就那个分手下去 不要让这个事情狗尾絮雕 你们回忆起彼此 仿佛还能够想起来 我们虽然爱得不好看 但我们好歹曾经叫有激情 但是现在你们不一样了 你们经过半年的沉淀之后 狗尾絮雕 两个人在一起 到最后发现我们没什么好讲的了 我们也没什么好想的了 因为他都已经不来接我了 他宁可在家里喝醉 也到我身边来了 这样的一个复合 原本就是无意义的 而为什么复合了 因为你在被人爱的时候 你才有信心 你才会认为你所向披靡 可以去征服女上司 可以去征服女客户 但是等你一旦分手了 你发现其实我就是一个 普通的社会职业人 没有那么多人喜欢我 我以为我可以垂手可得的女神 都没有拿到手 所以回头又去找了 这一个现成的还单着的女人 你只不过是图省事 只不过是追求女神败北 心里都很清楚 没爱了 可能女孩还有一点 但更多的是一个意气之争 这个争就是 我为什么输了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看不到 我火 他不是爱火 而是真火 所以就这样吧 把这一层遮羞布给撕了 今天你的分手 再也不要复合 朱浩玉 你是怕失去他 还是怕失去一个女朋友 你是怕失去他 还是怕失去一个结婚的对象 你琢磨琢磨 你是害怕失去这个男人 失去一份爱 还是说在这段关系当中 他曾经给你带来很多 温馨而舒适的东西 你也想一想 多考虑老师和朋友的意见 当然内心的感受最重要 对吧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觉得吧 我们俩之间 确实矛盾点很多 但是 我这人就是 比较木讷 也不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就有些场合 拎不清 但是 我是真的不希望 我们之间就是 出现这种裂缝 可是真的你很多事情都 让人觉得误解 很让人觉得误会 你知道吗 你做事之前 你都不考虑一下了吗 而且你 感觉就真的 不怎么关心我了 你真的为我身体考虑了吗 你在乎我吗 就这里真的 心里都没有我了 我们就再考虑一下吧 谢谢两飞啊 请回 谢谢你们 小鹏老师 你觉得他们会听你的建议吗 还是 感觉不会 但我特别希望他们分开 我觉得 女出男不出 我觉得男出女不出 伤不出 这是我美好的期待 我们一起 看结局 请开门 我只能祝他们幸福 找到属于他们